狂风暴雨,电闪雷鸣,小男孩却非要坐船出海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? 上一集我们说到,丹尼斯因为看到女神井和哥哥斯诺的亲密举动,内心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翠西在知道她想抛弃怪物家庭成员之后,就带着哥哥姐姐们离开了这个暂时安定的居所。 当丹尼斯走出房间之后,才发现他们都已经走了,于是她开始疯狂地寻找家人。 还记得,他们一家第一次来到城市的时候,丹尼斯就被繁荣的都市给吸引了。 艾斯利见到苍蝇就想吃上一顿,幸好被艾舒斯及时地制止,但是他却被汽车尾气,呛得咳嗽不停。 对于这些,丹尼斯丝毫没有发觉,艾斯利本来想教训这个小鬼,结果又被艾舒斯给拦住了,只因为他们是一家人啊。 之后,丹尼斯找到了一个公园,这里空气清新,环境优美,是一个很适合他们玩耍的地方。 不过,吸引斯诺哥哥的却是一群狗子,没办法,谁让他也是狗狗呢? 在一个书店前,丹尼斯停下了脚步,他想起他们刚来的时候,翠西姐姐就被橱窗里的一本书给吸引了。 虽然丹尼斯买了冰淇淋给他,但是翠西的心中还是想着那本书,可是这一切丹尼斯都忽略了。 现在的他对城市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,最终,翠西恋恋不舍地离开了,但是此时的这里,已经没有了哥哥姐姐们的身影。 就在他坐在长凳上痛苦不堪的时候,紧路过这里碰到了他,看出丹尼斯的不开心,紧就陪他聊起了天。 在问到哥哥姐姐们的时候,丹尼斯一言不发,紧知道他是和哥哥姐姐们吵架了,于是他奉劝丹尼斯和家人吵架很正常。 不过,只要好好道歉,就能够和好的,可是丹尼斯认为,这次是自己做得太过分了,他们不会原谅自己的。 想到这些,丹尼斯承认了自己对锦撒了谎,并且说出自己叫做丹尼斯的事情,听到这些,仅有些愁眉不眨,但是很快,他就笑着告诉丹尼斯自己原谅了他,因为他有好好道歉的。 而且,他们是朋友,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原谅的,趁此机会,紧让他去给家人道歉。 可是丹尼斯现在根本就找不到他们,好在紧知道,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情,家人都会在家里等着他的。 听到这些,丹尼斯也找回了信心,并决定回去就向他们道歉,可是当他打开房门之后,原本坐在家里等着他的家人都不在了。 就连最疼爱他的斯诺哥哥也从家里消失了,这让他伤心的大哭了起来,突然,他想到紧说过,他们会在家里等着自己,而自己真正的家,不就是小岛上的实验室吗? 因为,那时候,找到父母留下的特效药的时候,艾斯莉姐姐就说过要回去,丹尼斯也在那次行动之中,发现了秘密通道的钥匙。 原来,父母早就预料到了一切,所以为他们准备好了后路,现在钥匙不见了,他们一定是回去了,可是现在狂风暴雨,没有超能力的丹尼斯,根本没有办法去小岛之上,于是他找到了能够帮助他的围。 因为在这里,他除了大雄,就只认识这个女人了,听到丹尼斯这么信任自己,他决定帮助对方,尽管丹尼斯不愿意说出他们为什么要吵架,但是他明白,这个男孩是真心实意要去道歉的,于是他冒着风雨把丹尼斯带到了海边,这一时,他们正好遇到了回来的大雄,听了他们的事情之后,大雄也自愿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之中,虽然为是第一次在暴风雨之中航行, 但他对自己很有信心,路上丹尼斯差点从船上摔下去,幸好大雄紧紧的抱住了他,在大雄的安慰之下,丹尼斯得知朋友,爱的人和家人才是自己活下去的动力,就算有些人是没有血缘关系的,但是他们之间也会产生浓厚的感情,听到这些,丹尼斯更加坚定了要找回哥哥姐姐们的决心,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小岛之上,而且还见到了哥哥姐姐刚刚乘坐的小船, 不过丹尼斯却不想大雄合围跟着自己,就这样,丹尼斯独自的跑向了森林的深处,他走过了宁宁的小路,却被一条陡峭的沟渠给拦住了去路,幸好他够聪明,用树枝和藤蔓走出了这里,并在最后一刻叫住了打算回去的哥哥姐姐们, 但哥哥姐姐们认为自己是怪物,就应该生活在无人居住的地方,可是丹尼斯发誓一定会制作出解药的,不过制造解药需要时间,他们回去的话很快就会被人类发现的, 无奈的丹尼斯,只能够动之于情,小之于理,想要把他们留在自己身边,但是这一时,最宠溺他的哥哥说话了, 是的,这个家庭里只有他不是怪物,他们是不可能不被人类讨厌唾弃的,听到这些,丹尼斯痛苦不已,他打麻哥哥姐姐们自私,根本不顾自己的感受, 可是丹尼斯还是决定留在这里,而艾斯利和艾叔斯也选择和他在一起,看着他们要离开,丹尼斯询问哥哥,自己想想要怎样的生活, 听到这些,丹尼斯也哭了起来,是的,他想和普通人一样,想和自己最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,就这样,丹尼斯成功的劝回了家人们, 在美美的饱餐一顿之后,丹尼斯打算向大雄说出情况,却不想大雄还以为他们要说, 自己和维之间的事情,纳尼,他和维之间有事情,就在他想若非非的时候, 翠西彻底爆发了,毕竟他是能够听到大雄脑中的想法的, 想必翠西早已经爱上了这个愿意帮助他们的大男孩了吧, 故事到了这里,也就结束了,不知道大雄和翠西在第二季之中能不能够走到一起呢, 但现在就只能先这样咯,好了,我是女神,喜欢的小伙伴, 记得关注评论转发哦!